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些Humble Bundle的遊戲 大家都看到Humble Bundle的遊戲 不用說了 會不會還有人不知道Humble Bundle是做什麼的呢? Humble Bundle其實是一個慈善機構 它就想問一些發行商 跟不同發行商合作 拿一些便宜一點的Game Key 就用一個易賣的方式賣出去 可以幫助到不同的慈善機構 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訂購Bundle 還有Humble Monthly 還有Humble Store Humble Store其實跟Green Man Gaming差不多 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賣Steam Key的Store 但是我們集中看這個Humble Bundle 這個Humble 2K Bundle 2 即是出了第二次 是其中一個我見過最瘋的Humble Bundle OK 我們滾下去看看 它這次的受惠機構是誰 這次受惠機構是一個 Gametranger的慈善機構 是專門幫一些患了癌症的小孩 希望可以透過經濟援助 或者組織一些 病房的探訪服務 即是邀請一些名人 跟他們一起打遊戲 送上這個食物 遊戲 以及一個歡樂的時光給他們 也有些是獎學金 希望有些癌症康復了的小孩 這樣可以考到大學之後 就可以拿到的獎學金 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看一下這個Bundle 來看一下 這個暴露了第15元 即是15元第三層是什麼 不要緊要 我滾上去看看 傳統的Humble Bundle 都是這樣的 你想給多少就給多少 OK 你給的越多 解鎖遊戲就會越多 這次分了三層 這層是1元 這層是8.45元 這層其實不是固定8.45元 是Average是多少 它就是多少 那什麼Average呢 其實是 究竟大家捐 即是大家主動捐多少錢 就是越多土豪 捐得越多錢 那Average就會越拉越高 越拉越高 第三層又是固定的 會變了 那就是15元 美金 就會解鎖到這一層 都不要緊要 如果你買這個Bundle 就算你給1元買也好 都會送這兩樣東西 就是如果你訂閱Humble Monthly 即是它那個 類似 XBOX金會員 或者PSN Plus那種 即是你訂閱了它之後 它每個月送回遊戲給你 肯定有一個是大作 不知道 其他有些不知道 OK 即是一堆遊戲 那今個月就是送這個 Core of Duty Bells 3 都OK啦 算啦 即是你 12元個月 你想怎樣 即是 總之它就送一堆 你不知道是什麼遊戲給你 總之就要你付錢先 OK 那它都是做遲善用途的 那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還會送這個 40%off的XCOM 2 Green Man Gaming 即是 講開又講 那旁邊 GMG Green Man Gaming 那我正在做52%off的XCOM 2 現在 OK 那我講完 那那邊是不是做善事的 那這邊是做善事的 那大家要分清楚 OK 那我們來講一講遊戲 那我由一元那層 開始講一下 好嗎 其實一元 被什麼都那麼值得買 即是被什麼都那麼值得買 一元 OK 其實最 最值得買就是Spec Ops Delight Spec Ops Delight 基本上是一隻神作來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 OK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有些人說玩了一半 覺得 嗯 你的射擊那個 手感都不行 一不就說 哎 你的畫面都不漂亮 一不就 哎 你那個故事不知道有什麼 一不就放棄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你先爆機 對了 你還沒玩的 你現在給他一元 即是一元 即是一元 雖然是美金 對了 一元一元 先買它 爆機 你就會知道什麼是一個神作 OK 即是呢 它又 它又不是完全 好像是Undertale 或者 This Wall of Mine 那樣 是這麼偉大 即是它還沒去到 OK 但是你說跟Bioshock或者Half-Life呢 它都有點接近了 已經 OK 但是它是一個 2K裡面的一個小 project OK 它可以做到那種程度 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 跟Bioshock或者Half-Life那些 是有點接近 OK 即是不可以說跟它們同級啦 死定啊 說這句出來 不會 是有點接近 即是一隻很好玩的神作 但因為它 實在呢 射擊機制呢 就不是說做得很好 有些地方還不得了 那麼 畫面呢 也都沒有細心去做過 即是看到它是沒有心機做的 OK 所以呢 經常都會為人救病 不要緊的 你爆了一次機 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它是 是可以上神台的 OK 即是你 跟Bioshock和Half-Life 近磅一點 它們已經可以上神台了 對 即是 不是射擊遊戲的一般level OK 一元 可以買到這隻東西 哇 真是 你沒有一元 你也要借一元來買 跟你說 不是一元借不到的吧 沒有一元你也借一元來買 這隻 那跟著 左右那兩隻呢 其實我沒有玩過 但是我看了什麼來告訴你 OK The Darkness 2 其實The Darkness 是有一本 是有一輯 是一輯漫畫來的 那整隻遊戲呢 那個射擊機制 或者是 那些什麼魔幻能力 弄得好不好 見仁見智 我會覺得它是弄得不錯的 即是它 是有個 挺好的progression system 對了 那弄了一些動畫出來 是挺漂亮的 但是就 如果你沒有看過那個漫畫呢 你是不知道那個故事有什麼 OK 就是你整個背景故事 你是不知道有什麼 還要是第二集 第一集都沒有玩過 或者玩第二集 那究竟那個故事是說什麼的呢 不知道 那又是令到很多人是棄遊戲 但是不要緊的 都是一隻 平平無奇的 射擊遊戲來的 就是你沒有東西玩的時候 就不找你玩一下 OK 接著這隻呢 Duke Lucum呢 又是DOOM那個時代 弄出來的產物來的 又是 一些很誇張的 打怪獸 打學魔 還是打外星人 我不知道 Duke Lucum是打什麼的 其實 是打外星人還是打怪獸 不知道 總之那些敵人就是怪物來的 可能是外星人 那整件事是 說著 Nukeum這個人是多麼帥 OK 唯一的主題只有這個 這個人是有多麼帥 有多麼多女 殺怪有多麼厲害 只有這麼多 真的 你喜歡扮一個很厲害 很帥 很囂張的男人 就去玩 對 就是這麼多 gearbox OK 所以他還沒爆到 Borderlands 之前就是做這些 中油 魚腩 那些東西 OK 那接著呢 就是8.45 又升了一架 剛才還是8.44 又升了一架 那這層有什麼呢 這層就厲害了 這層 就是今年會出新一集的遊戲 他的上一集就全都在這一層 就是 Sidmire Civilization 5 就是今年會出6 他就賣5 這個是沒有資料片的 什麼都沒有 只有base game 就是不能夠期望太多 然後就是2K16 那今年一定會出2K17的 不用問的 他就有2K16 接著 Mafia 2 那今年出Mafia 3 他出Mafia 2 他就有Mafia 2 OK 就是今年會有 2K有續續的東西 他全部都放在這裏 不是 那你2K16 只是2K16都值得買的 因為 Sidmire Civilization和Mafia 2 說真的 已經出了很久了 對吧 你覺得他們不值得買 是正常的 OK 是正常的 但是2K16 是去年才出的 那 都值得的 OK 不是 那不是啊 就是你不要看這層 這層還送那些 什麼Battleborn 那些Skin Pack 走開啦 然後Mortal Games 不知道是什麼Games OK這層不要看著 OK這層不要看著 就是你覺得2K16 好像PSN已經送了 其他兩隻遊戲 又出了那麼久 還要沒有DLC 是吧 好像 好像8個多 好像不太值 這樣 沒有這層你不要看著這層 下面那層 看下面那層 就是Borderlands The P Sequel 一樣都是沒有DLC 其實那個價值就不是太高的 OK 它收四十五元 就是你不要看這個收十五元 OK 它是買一棵菜 只有一棵蔥 這棵蔥 這棵蔥來的 OK 旁邊這個Battleborn OK 出了四個月 四個月就出了 十五元 六十元的東西 出了四個月 十五元 就是不要說它說 你給十五元是會加上這一串 OK 你只是這隻Game十五元 出了四個月的Game 啊 值不值得買 值得買到 值得買到 值得買到牛啦 是吧 就是因為 就是上次Steam Sales的時候 已經說過了 它是被Battle 不是 它是被Overwatch殺死的 OK 就是大家都在玩Overwatch的時候 就沒有人理它 就是這個伺服器 沒有人 沒有人玩 就是除非你有朋友一起玩 如果不是就沒有人 它就是不斷地 扔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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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多些人進伺服器 終於它由 Sim Sales的 減40% 去到Humble Bundle 15元買 大家可以錄下去看看 大家給多少錢 那有些呢 就是土豪啊 那就給100元 那15元而已 最多都是 它給100元 OK OK 那都算了 下面那些 Battle Bund Hi LOL Battle Bund 直接在笑 不知道是恥笑 還是什麼笑 總之就是在笑Battle Bund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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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那是呀 大家都在笑 不那是呀 Battle Bund 現在就15元已經 嘩 所以這個是我見過最黏的 Humble Bundle 其中一個 OK 出了4個月的遊戲 已經15元了 OK 就是你 你看回呢 旁邊 是完全沒有人玩的 那隻Division 上次 Ubisoft Humble Bundle 要多少錢呀 不知道 二十幾三十元美金 神經病 不是 不是 二十幾三十元 七十幾元 Division 神經病 它這遊戲出了4個月 Division 還要是流失了 97%的 PC版玩家 已經 還要夠膽說75元 它是 它是 神經病的另一個方便 這個是其中一個 最便宜得太神經病的 那一個方面 Division就是 貴得太神經病的 那一個方面 真的好神經病 Dead overwatch 這真的是 賀人不淺 但是呢 你看完這一層之後呢 你細心一想 就會想到 咦 這個 Humble Bundle是一個騙局 為什麼是一個騙局 因為 我剛才說了 第二層這個 並不是 8.45元 就可以買到 而是 它是 平均 即是你要高過 你付錢 那時候的平均 你才可以 解鎖到這一層的東西 但是你看到這一層 你沒理由不付15元 蛤 你沒理由不付15元 這些有錢的人 他們付多少錢 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多數的其他人 付的錢 才是真正拉高你Evish 很多嗎 神經病 你看看買了幾個 買了八萬幾份 已經 蛤 有一個人付100元 有什麼用 是大家都付15元 大家都付15元 大家都付15元 那Average 就爆到去 8.45元 你知道我昨天看的時候 Average是多少 是6.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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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是一個騙局 來的 OK 即是你要不就給1元 玩 玩這三個遊戲 你要不就給15元 玩新遊戲 OK 然後你就順手幫它吃幾隻 逐作它 不是 順手幫它吃幾隻 就來出新遊戲 的逐作它 是一個騙局 即是它這個 15元 是一隻這樣的遊戲 塞進去的時候 整個Humble Bundle 那個Average price 越扯越高 那你就不能夠 不再買15元 OK 即是它想別人買這隻遊戲 你想別人買這隻遊戲 你減個15元 沒用的 OK 即是不想買的人 始終都不會買的 是不是 是不是 說真的 即是15元 你買一隻 你覺得裡面 基本上 沒有人的遊戲 你是不會買的 即是 很正常 這個想法 那怎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 是 都 求領其推15元出來 就是因為你這個Average 高 高了 就覺得 喂 反正這個都這麼高 不如我給這個 這個吧 是吧 你這個Average 因為你這個價錢是固定的 那你這個價錢 後面的Average 高的話 那你 BattleBorn的真正價值 就越來越小 真正價值時候 昨晚的6.89 嗯 比15元減6.89 即是 大概 大概 8.9元 今天又減到 剩下7元 OK 即是說你這個Average 越拖高的時候 你的BattleBorn 就變相是 越減越低 OK 是自動減價機制 這個 不是可嘉可減機制 是自動減價機制 那會令到你的BattleBorn 越來越多人玩 接著他的計劃就成功了 因為大家都會 因為大家都會 買回去 即是局神買回去 玩這個BattleBorn 這個是一個騙局來的 是騙局啊 但是你也會買 做得善事 又有新遊戲 是不是很賺鬼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有 我認識得比較多的Humble Bundle 我都會再介紹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和Comment 多謝大家收看 Bye Bye